这世上,至少有两万个人适合做你的伴侣,就看你先遇到哪一个,可是,你怎么知道,什么叫何时,十二岁的时候,你觉得,那个陪你走夜路,把你送回家的少年,是心上的喜欢,你努力学习,记住每一道错题的答案,想过后来,要考到同一所高中,可是,后来呢,二十五岁,碰到一个对你好, 特别欣喜的那种人,吃糖葫芦,你刚吃完一克,就被他抢了过去,你心里骂这是什么人,可是他,只是把那个尖尖的头掰断,他怕你不小心扎到,那时候特别想嫁人,嫁给眼前人,可是,后来呢,七十三岁,留下的那个人,后来呢,云云在装修中的婚房里,跟老公大吵了一架,原因是, 路过水果摊的时候,他特别想吃新上市的大樱桃,六十块钱一斤,他老公犹豫了一下,转身,买了十块钱三斤的苹果,也不知道为什么,云云那天,就是突然矫情了,就是特别想吃那个大樱桃,他觉得自己特别失落,那个说要宠他一辈子的人, 那个说,把他全世界都给自己的人,却连六十块钱一斤的大樱桃,都不给他买,他老公低着头,收拾着屋里装修的杂物,一句话没说,云云一个劲抱怨,装修这些日子里,为了省钱,他跑遍了所有的装修城,有时候,中午饭只是随便在街边买个煎饼果子, 他都舍不得加一根烤肠,越说越委屈,但是还收拾着刷油漆的桶,有那么一瞬间,他怀疑过,连大樱桃都吃不上的婚姻,有什么用,也不知道什么原因,装修的高木凳子突然倾倒了,那时候,云云刚好被对着,他老公突然冲过去,从后面抱住了云云,那个高木凳子,砸在了他老公的后背上,又重重地砸在了地上, 云云被吓了一跳,云云转过头,看到老公脸上的表情,有点僵,他瞬间就哭了,说,你傻呀,推开我就行了,那一下子,砸得有点重,他老公半天没说话,缓过气,憨憨地笑着说,没想那么多,在六十块钱一斤的大樱桃面前,他犹豫了,云云觉得他不爱他了,可是, 在危险面前,他敢用命去爱,从来没有迟疑过,云云嚷着要买大樱桃的那天,他老公辞职了,直到新单位发了工资,他老公拎着两斤大樱桃回家的时候,云云才知道,可是,失业的那段时间,他老公从来没提过,一个人扛过去了, 尽管那时候,大樱桃快下市了,但是,云云觉得,那是他从小到大吃过最甜的一次大樱桃,特别甜,云云特别心疼地跟他老公说,老公,以后你遇到什么难处,你告诉我,我帮你分担, 要不我们结婚干嘛,爱事分享快乐,也分担烦恼,夫妻就是风雨同舟,你要是嫌弃我,没劲拉船翻,我可以站在船头上,给你加油啊,他老公上下,打量了一下云云,那时候,云云怀孕了,笑着说, 你确定站在船头上,爱情的小船,不说翻就翻,四奶奶临走的那个月,忘事忘人特别严重,但是,奇怪的时候,像是有些征兆,走的那天,他突然记得四爷爷,拉着四爷爷的手,说,你以后怎么办,我不在了,以后谁给你做饭,四爷爷笑着说,我学,四奶奶嫌弃地说, 你这么大年纪了,还能学会吗,惯了你一辈子,害了你,唉,学会了,我也尝不到了,你去炒个鸡蛋,我尝尝,那天四奶奶气色很好,守在身旁的儿女,也很开心,最近一个月,四奶奶突然清醒,记得好多的事,突然要吃东西,四奶奶说,你去柜子上的盒子里,把我那个头花拿出来, 四奶奶的大儿子,取下盒子,拿出头花,四爷爷愣了愣,说,你不是说难看,扔了吧,四奶奶笑了笑,给我带上,去炒个鸡蛋,我尝尝,大儿媳妇说,妈,我去弄吧,你还想吃点啥,四奶奶说,让你爸去弄, 四爷爷说,我这就去,四奶奶笑着说,好,我先睡一会儿,鸡蛋端上来,水煮蛋,包完皮,还热乎乎,可是,四奶奶走了,脸上还有笑,大概那个梦很甜吧,因为,她头上那朵漂亮的头花,把它带回二十岁那年, 1960年左右,那是一个什么时代,大饥荒,那时候,四奶奶跟四爷爷关系很好,有天,四奶奶问四爷爷,嫁给你,会不会饿死,四爷爷说, 不会,四奶奶笑着说,好,我嫁给你,四爷爷从口袋里,掏出一颗水煮蛋,包了皮,递给四奶奶,笑着说,这算不算嫁妆,四奶奶说算,那颗鸡蛋,是四爷爷偷家里的,被家里狠狠打了一顿,这一顿不白揍,娶了一个漂亮的姑娘,苦日子,过了很久,很久, 四爷爷也问过四奶奶,你年轻的时候,怎么就那么坚定地相信,我能养活你,四奶奶说,你家那么穷,你都没饿死,我就知道,你有办法,四奶奶出嫁那天,根本办不起婚礼,双方家里人,也不上心,准确说,那就是一场两个人的婚礼,四爷爷也不知道,从哪里弄来一朵头花,戴在四奶奶头上, 四奶奶还埋怨说,难看死了,后来,他们日子过得好点了,他们的儿子结婚的时候,不办了,四爷爷还笑着说,这一辈子,欠你什么都行,不能欠你一场婚礼,一定要风光,名正言顺,四奶奶走的时候,四爷爷安静地坐在四奶奶的床头,慢慢地吃完了一整颗水煮蛋,可能小孩子比大人更懂,什么事啊, 因为成人的爱太沉重,太复杂,成人的爱要包括理解,包容,磨合,妥协,信任,付出,而小孩子靠喜欢就可以维系。 我曾经问邻居上小学的儿子,你知道什么是爱吗?他笑着说,爱就是我妈妈给我带了好吃的,到了学校,我会第一时间分给雷雷吃,他对我笑一笑,我就会开心一整天,爱是一件多么奇怪的事。 前段日子,邻居还发愁,他儿子厌学的问题,可是,他儿子班里,赚来了一个小姑娘,跟他同桌,他居然就爱上了上学,每天穿戴整齐,嚷着让他妈妈快点送他去学校,放学后,认真做作业,不会不懂地让他妈妈教他,学会了以后特别开心, 后来,他妈妈知道了,原来努力学习,就是为了第二天给同桌答疑。有一回,他妈妈去接他,雷雷的妈妈去的晚,他就一直陪着雷雷坐在那里等,两个人有说有笑,直到雷雷妈妈出现,分开的时候,两个人特别开心,跟对方笑着说,明天见,明天见,多么美好的约定。 邻居问他儿子,你会喜欢雷雷很久吗?他儿子回答是会。邻居问,为什么?他儿子笑着说,因为他可以让我变得更好,我不想让他失望,一想到明天能见到你,就对余生充满了期待。我觉得这样的爱,很美,没有负担,没有被贴满各种各样的标签,就是单纯地爱着。 拿真心换真心,并不是爱,那是交易,所以得不到真心,你会很难过。用真心去爱,不去求回报,就会很开心,得到回应,就会更开心。 成人哪里懂这些小孩子才明白的道理。 爱是什么?你想嫁那个人,没有一点迟疑,就像拿过来一张菜单。你看了几眼,点了香辣皮皮虾,虾仁云吞面,鱼香肉丝和红烧鸡翅。你知道爱吃什么?怎么会委屈了自己的嘴? 让未受罪,有那么一瞬间,你怀疑过,失望过,委屈过。你仔细想想,那些他给的快乐,你还愿意继续吗? 成人的世界,已经不像孩子那么洒脱了。我们不能像孩子那样哭过。 第二天有了新玩具,新伙伴,就假装离别的难过没发生过。所以,往后的人生,你要对得起你的每一个决定。 这世上,有没有合适的时间,合适的地点,合适的人,合适的喜欢。 我猜,有很多,其实,用心去爱,久了,就知道了,什么叫合适?不是衣服合身。 斜合脚的那种合适。而是,你想起那么一个人,你想明天还见到他,他合适你的生活。 哪怕,你跟他吵了一架,但是明天起床,你还是给他挤好牙膏。那种感觉,大概就是嫁给了爱情吧,明天见。 多么美好的约定,喜欢的人还在明天里。这是失眠最开心的一次吧? 大家觉得,今天的故事怎么样?喜欢或者不喜欢,都请留下你们的跟帖。也可以看看,有没有触动到你们的地方呢。 要是有意见或者投稿,也可以在下方留言的。小编会认真看的。 祝你们天天开心,本内容纯属虚构。如有雷同,纯属巧合。 不幸保的呢? 感谢观看